台湾与中国大陆每两年举行一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两岸海防力量之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举行过两次联演 8月7号星期四首次遗失马祖附近海域 展开两岸第三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 演习模拟一艘货轮和一艘客轮 在马祖和福建马尾之间的海域相撞 导致人员落海受伤 台湾和中国大陆海防部门立即启动联合救灾协调机制 双方一共派出30余艘舰艇和多架直升机 前往事故现场实施营救 与前两次连演相比 两岸海巡人员的互动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是现场指挥杨朝青 请台湾各参演舰船艇 台湾方面的指挥人员 这次登上了大陆方面提供的官吏和总指挥船 实现两岸人员同台指挥 同台官模 此外 双方还首次将各自的直升机飞到对方舰艇上方 用吊挂方式将模拟的商员送到对方的船上 自从1949年以来 台湾和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分治状态 在这次联合演戏中 双方本着务实精神都没有在舰船上悬挂自己的国旗 而是挂统一的演练专用旗 双方都有自己一方的总指挥 活动的司仪也是一边派出一个 虽然中国大陆的男司仪在演戏仪式上爆出北京时间 台湾方面的总指挥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 他并不计较这个细节 因为他与中国大陆方面的总指挥 交通部副部长何建忠进行了一次对等和相互尊重的互动 所以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对等尊严 我想何部长跟我的互动也看得很清楚 我也是相当于副部级 所以我也跟何部长也是对等 将来对 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跟确认的 两岸海巡人员在完成联合搜救演练之后 还专项展示了各自的装备 其中包括台湾海巡船 展示喷射水炮用于消防的能力 台湾与日本海巡船曾经在钓鱼岛 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互射水炮 中国大陆舰船和飞机也一直在这一海域与日本方面对峙 台湾和大陆方面都表示 两岸海上联合搜救演练 对完善区域性联合救援机制 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 一些人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 未来有可能联手 应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安全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马祖报道 base chakra なく便宁 Tirides 顾梨 我们们来到香港这条路上面地 前方最下区会弹立于 无限地争特外 平均 стен 这类 温解